我觉得还是很难拿到钱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 对美国国会来说 如果是眼前的问题 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关切他们的国际民生的问题 他们比较容易拿到这个钱 如果这个是一个残远的利益 残气的一个项目 而且受益者不仅是美国的企业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企业 这个国会说 我为什么要拿到 要把这个钱拨出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联盟成立了 第一件事情就想拿钱 国会他也会感觉 你们马上就要来拿钱 也没有给我信实的回报 很快的拿到这个钱 我觉得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甚至我是觉得可能是很遥远 甚至拿不到这个钱 我想世界上面没有一个联盟 他是不考虑利益的 所有的联盟 他都是为了利益的追求 然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如果想让中国 没有办法摆出这样的一个产业面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说 他要更多的和中国合作 和更多的工作交流 然后向中国销售产品 这样我们就没办法摆出了 如果他这个联盟 他是要搞成一个自己的联盟 然后不带中国玩 甚至要和中国脱钩 那我们就必然就会被摆出了 这样的一个联盟 他追求的目标说 我一定要在半导体里 去压制中国 不和中国合作 他这个未来是很难得到这个目的的 现在这样的一个联盟 实际上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他们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 第一他们知道 中国已经被特朗普打醒了 我们一定要在半导体里 有所作为 所以他们说 我们要搞一个联盟 我们去压制中国 我们去打击中国 那另一方面呢 你越来压制 越来打击 我们就一定要在这个领域 更加有所作为 所以从产业来说 这样的一个追求 或者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目标 他们是很难达成的 我们现在目前解决的 不是要解决区心问题 而是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这个产业是一个健康发展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中国这样的大市场应该得到 它应该得到的产品的供应 那你西方的市场 你应该提供好的技术 好的产品 让更多的客户来买力 这样的产品 而不是用行政的手段 动不动去卡脖子 动不动去打击别人 这种卡脖子打击别人 就会把整个市场给搞乱了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未来我们要把这个 芯片制造这个能力给拿下 那你没办法卡脖子 也不会出现 那种大的区心的问题